吴勇版小学插画的事件发酵之后,虽然他本人还没有回应,但不出所料的是,各种洗白纹已经正式接二连三的出现了。 当然了,出现这么多洗白纹其实是很正常的,毕竟吴勇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个群体。 吴勇出事了,自然有人要替他解决问题。 虽然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,的确没错,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 但事实真的如这些专家们所说,是审美的眼光不同吗? 吴勇之前设计的作品有水平,但全国通用教材却是这样,更说明他是故意为之。 争议是有所不同意见才叫争议,现在是全民吐槽,画的丑已经是不证的事实了。 结果这么多的文章替吴勇澄清,真是让人迷惑不解了。 难道专家们连基本的审美能力都没有了吗? 一个好的插图是什么样的,大家自然有公论。 即便是翻开二十年前的课本插图,以免的图片依旧是像艺术品一样。 而吴勇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,即便是有所调整和更改,但基本的认识还是应该有的吧。 除了有意为之,故意化丑之外,实在想象不到故意丑化国人的行为,还能和审美有什么必然的联系。 所以说吴勇这么做,绝对是故意的。 如今躲起来,估计也是在想办法如何脱身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